大家好,我是华夏清月的黑心羊 我们的古真灵基础公开课《老师我要学》和配套的带练视频《老师我要练》已经全部发布完毕了 今天这个视频是想为大家做一个课程说明 来帮助大家如何合理有效地学习和使用我们的课程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快速查看我们的课程 目前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种,打开我们的B站主页,点击频道 手机端可以点收藏 找到《老师我要学》系列和《老师我要练》系列 第二种,我们会做一个分批的合计视频 也可以收藏该视频查看 第三种,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华夏清月 在公众号主页面左下方的菜单栏上 点开清月课堂极客 接下来,我将要对我们的课程做一个梳理 方便大家更好的学习 我们的教学视频一共有20节课 前四节课主要讲了古真的背景 构造与基本作姿 选指甲与正确戴指甲的方法 刃弦调音以及节拍器的使用 5到19节课的课程从基础手型开始到快速止序 涵盖了古针最常用的技法 第二是杰克,是现代曲目中出现的特殊音效 这节课属于科普性质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不仅讲解了如何正确规范的学习古针 还例举了大部分人容易出现的问题做了讲解纠正 大家可以从头学习 也可以选择自己有空或的内容选及学习 在这里,我还是建议大家都认真看一遍 也许会发现以前学习中遗漏的问题 想要学好一门乐器 除了理解方法外,正确的练习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从第五节到19节课 我们为大家录制了与课程内容配套的带练示范视频 大家看完教学之后就可以马上跟着一起练习了 我们的每一期带练视频时长基本控制在10到20分钟内 这也是考虑到有些业余学习者每天练清时间有限 对于时间较为充裕的朋友 我们还是建议每天可以多练,多跟几遍 并且当练习熟练后 可以自己跟着节拍器开始逐步提速练习 除了老师我要学和老师我要练外 我们还有老师我不懂系列 这个系列主要针对初学者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和疑惑进行解答 通过这三个系列 大家可以掌握最基本的古真演奏技法 为后期乐曲的学习打下一定的基础 接下来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未来对于教学相关的视频初步规划 老师我不懂这个系列会继续更新下去 内容依旧是从最常见的问题开始解答 并且会考虑添加一些古真学习中遇到的实用阅理知识 在乐曲方面 目前我们已公开发布了四个考级乐曲示范和两个考级乐曲的重奏改编 在未来我们会逐步更新其他的考级乐曲和改编曲 如果时间OK的话 我们还想把这些乐曲的跟节拍器慢速分段带练录出来供大家学习 随着基础课程视频的完结 我们还会新设一个栏目 大缩吐古真学习周记 这个栏目由新加入我们亲乐大家庭的妙妙友情出演 开设这个栏目的初衷是因为我知道 很多古真爱好者在学琴的过程中 如果有朋友一起练琴互相鼓励就可以坚持下去 所以我们打算用周记的形式来记录一个古真小白的学习历程 同时我们还会开始不定期的在QQ交流群里打卡恋情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入我们 好了 以上内容均为免费公开性质 这些课程基本可以满足想自学古真 讨厌性情 谈简单乐曲的朋友们 如果想深入系统的提升古真演奏水平的话 我们还开设了亲缘在线课程 详情可以咨询我们小助手微信号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祝大家学情愉快